男孩意外地发现 自己竟然可以看出别人身上隐藏的才能 就比如这个枪兵 他只是随意提点了几句 原本孱弱的枪兵立马变成了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社 如果这个能力放到其他人身上可能会显得非常激烈 但要知道男主转身后的身份可是一个贵族家的长子 他完全可以通过这个鉴定技能大力挖掘人才 直接在这个乱世之中称王称霸 说起来男主前世作为一个最普通的舌头 最大的爱好就是通宵玩游戏 结果一个不小心他就在上班之前猝死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美女和一条会飞的狗 直到女仆将镜子拿来 男主这才意识到自己这是转生到了一世界 时光仍然 此时已经两岁半的男主终于了解到了有关这个世界的情报 过去这个大陆上存在着六个王国 最后经过战乱演变成了现在的地步 而男主的家世虽然称得上是贵族 但其实也只不过是一个统治人口约千人的小领主 不过好在他的生活环境还可以 家里不仅有着很多漂亮女主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更是有着专门的厨师给他准备料理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走上人生巅峰了 并且除此之外男主还发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好像天生拥有一个特殊技能 这天男主像往常一样来到了训练场闲逛 他突然看到了一个枪兵因为实力太弱正在被前辈训斥 于是他想都没想就动用了自己的能力 他人没有我的能力 他人的名字 是肯定 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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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着枪兵被打得气喘吁吁 男主好奇地问他以前又没用过弓箭 虽然对方一直很看不起这种背后伤人的卑鄙武器 但在男主的强烈要求下 枪兵还是无奈地拿起了弓箭 随着他慢慢拉动弓箭 只听见嗖的一声 箭矢竟然正中把心 这下其他人全都惊呆了 纷纷表示这肯定是个意外 不料接下来的事实却狠狠地打了他们的力 面对士兵们的提问 男主情急之下只好表示这都是他的直觉 没想到其他人竟然很轻易地就接受了这个说法 见此情形男主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比起这个 他更好奇的是为什么他无法鉴定自己 等时间来到了晚上 又到了男主与父亲示范的时间 说起来他其实有点惧怕自己这个威严的父亲 因为他的这个父亲可是靠着高达98的武力值 一路从农民杀出来的一个贵族身份 这时父亲也听说了男主白天的事 他要求男主一定要好好磨练这个直觉 毕竟发觉人才对领主来说可谓是最重要的能力 提到这个男主才想起自己未来可是肩负着领主的责任 这不禁让他倍感压力 因为此时帝国的政权非常腐败 到处都有农民起义叛乱 为了平息叛乱各地的贵族纷纷加强自治 在这样下去帝国的统治或许持续不了多久 到时他估计也要率领士兵在战场上拼杀 想到这里男主不禁有些忧愁 像他这样的人真的可以保护好自己领土上的百姓吗 然而不管结果如何 男主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为自己找到足够优秀的人才 紧接着男主便跑到了城镇中闲逛 随着他用出鉴定能力 他发现这里的百姓大部分都是能力 只有地级的战武渣 就当男主为此感到失落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一个店铺扔出了一个乞丐 听着别人的议论声 男主这才知道男人竟然是一个马尔加人 在帝国人的眼中 这种来自海对岸的种族只配成为他们的奴隶 看着男人卑微的蜷缩在墙角 于心不忍的男主给他递上了一个面包 或许是饿坏了 男人再到过歇后拿起面包就肯 也就在这个时候 男主下意识地用出了鉴定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男主意外发现这个名叫利兹的男人 竟然是个武力和谋略都高达S级的果才 这放到乱世之中绝对是一个可以写进史书的英雄级人物 此刻男主的眼睛都亮了 眼看利兹吃完面包后就想离开这里 男主想都没想地就跟在了他的身后 并表示他想要利兹成为他的家臣 对此利兹直接懵逼了 他还以为男主是在跟他玩过家家 无奈之下男主只好亮出了自己领主之子的身份 然而即便如此 利兹依然认为自己这种人只会给男主带来马 说完他扭头就准备离开这里 见此情形男主只好用出了最后一招 直到看到眼前这座巨大的庄园 利兹这才意识到男主说的都是真的 然而由于帝国人对马尔加人的歧视根深蒂固 管家和女仆端上来的饭菜全是一些猪食 看到这一幕男主生气地将椅子拉到了利兹身边 并狠狠训斥了几个狗眼看人低的仆人 随后等女仆乖乖地将饭菜上起 男主终于了解到了利兹的遭遇 原来利兹曾经是拥兵团的一员 随着拥兵团因为战争死伤惨重 他便开始了漫无目的地漂泊 对此男主还来不及安慰什么 已经得知了这件事的父亲便将他们找得过去 尽管男主再三强调利兹拥有着旁人无法比拟的卓越才能 但父亲依然认为跟帝国人相比 马尔加人不过是一群无用的垃圾 无奈之下男主建议让父亲亲手测试一下利兹的才能 拗不过男主的执着 父亲只好同意了这件事 不过前提是利兹能在模拟战中赢过他 这下男主瞬间蒙了 毕竟哪怕利兹的天赋再强 他现在也只不过是一个14岁的小孩 面对父亲这个帝国最强男人怎么也不可能是对手 虽然父亲嘴上说会放水 但男主对此依然忧心忡忡 而模拟战的规则也很简单 只要利兹在沙漏漏光之前击中父亲一下 这场比赛就算他赢 尽管这个胜利条件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在父亲凶猛的攻势下 利兹只有仓皇招架的能力 眼看局势对利兹非常不妙 男主立马开始慌了起来 殊不知哪怕父亲放手 周围的士兵也是连一击都接不下来 此时一步也不退让的利兹已经是让他们非常佩服了 况且现在的父亲可能早已用出了权力 我一直在身边的背革 我留在我的隅上 我留在地中的地方 留在乎乱向上 我留在此时 你生意不要 悪看 悲哀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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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莉姿在这场鄙视中获得胜利 父亲终于相信了男主拥有看出才能的眼光 他本来还担心在接下来的乱世中男主该怎么办 现在他觉得男主以后说不定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 甚至就连成为皇帝都不是猫 不过话虽如此 只要男主能将家族延续下去他其实就心满意足了 而经过这件事情后 莉姿不仅成为了一个士兵 更是申请成为了男主的仆人 因为如果没有男主的帮助 他八成会横死街头 为此他愿付出一切来报答男主的恩情 这个男孩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随手救下的奴隶女孩竟然是个万中无一的天才 其惊人的魔法天赋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S级 而这个发现无疑是让他欣喜若狂 毕竟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一个强大的魔法师完全可以以一人之力扭转战局 但可惜的是男主的领地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才 对此他也不是没有想过亲自上场 但回想起自己第一次释放魔法的场景 他至今还在尴尬地抠脚 牛逼自打见识到过男主的小火球之后 父亲就再也没有让他施展过魔法 不过这对男主来说都不要紧 毕竟谁让他拥有传说中的鉴定技能呢 只要他想 这世间所有被埋没的人才都逃不出他的发言 况且今天男主来到了附近的大城市 据丽兹所说这里可是有着五万人的常驻君云 他就不信自己在这里还找不到魔法天才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无感 男主看来看去愣是连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都没找到 而他能看到的能力值其实有数字和资质两种 最后的潜力是由这两者相成的结果 也就是说不管这人的能力值有多高 如果没有资质他也只是个废物 不过现在想这些也没有用 男主在一顿搜寻无果后 只能先带着丽兹填饱肚子 可就当他准备在购买一份甜点的时候 一个身穿斗篷的人突然撞了他一下 等男主再回过神来他就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 无视他此时懵逼的表情 丽兹抱起他就向着小偷的方向一路狂奔 尽管小偷的动作非常敏捷 但要知道丽兹可是一个武力值打倒S级的狠人 没意会的功夫他就用手抓住了小偷的衣服 可令两人没想到的是 小偷的斗篷之下藏着的竟然是一个美丽的蓝发少女 随后等三人一前一后的来到一个胡同 男主便发现女孩被三个手持武器的混混紧紧包围 然后只见为首的八字胡上去就是一群 女孩瞬间就被打倒在了地上 见此情形男主有些看不下去 他二话不说就斥责了混混的粗鲁行为 随着丽兹三拳两脚将几人全部放倒 自知踢到铁板了的混混们也是实相地逃离了这里 直到这时男主才终于有时间查看起了女孩的情况 可没想到只是一言 女孩身上的恐怖的天赋瞬间就惊掉了他的下巴 其魔法资质不仅达到了万中无一的S级 除此之外还有92的领导力 116的吴勇 虽说女孩地级的吴勇资质让他没有得到很强的近战能力 但光是魔法天赋就已经让他拥有了压倒性的力量 而这不正是男主苦苦寻找的人才吗 想到这里他毫不犹豫地就向女孩发出了加成邀请 对于他的好意女孩想都没想就冷漠地拒绝 先不说他连魔法都没用过男主是怎么看出他有魔法天赋的 就说男主提到的那种吃饱穿暖的日子 他也是一点都看不上 毕竟他自幼就一直瞧不起像男主这种高高在上的贵族 明明没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情 却总能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奢侈的生活 他才不会配合男主这种自以为是的小少爷国家家 女孩的话显然让男主很是扎心 可丽兹对此却不为所动 他只是让女孩赶紧将钱包交出来 犹豫片刻 女孩最后还是乖乖交出了钱包 毕竟好歹刚才男主两人也帮过他 他才不愿意欠别人人情 至于刚才的那些混合 其实他们是奴隶商人的手下 有天女孩跑去贵族家的仓库里偷食物 被抓到后他就被卖给了奴隶商人 最后好不容易他才逃了出来 至于为什么那些混混还在穷追不舍 显然理由只有一个 虽然有点无语 但男主此时好奇的是 女孩为什么不再逃走后跑去别的城镇 不想他的话音刚落 一群衣衫褣的小孩子们就突然将女孩团团为主 他们和女孩一样 全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波尔 而这正是女孩无法离开这里的原因 看到这里男主也不再多说 只是微笑地将身上的钱都赠予给了女孩 直到女孩走后 男主才有时间正视起自己这一直以来的愿望 他不仅要管理好自己的领地 更是要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男孩意外地发现 他随手就下的小乞丐 竟有着S级的魔法天赋 仅是第一次释放魔法 就能发挥出堪比小型导弹的威力 而这也让男主的父亲十分开心 因为马上就要战乱四起 所以即便他平常不会让女人上战场 但在看了之后也是包便人的 不久前男主收到蓝毛被抓的消息 于是连忙带着粒子赶到地方救援 而奴隶商人的那些手下 在武力值超高的粒子面前 根本就撑不过两招半 在解决完所有敌人后 男主向奴隶商人提出放了蓝毛的要求 但对方显然不愿意 并表示他既是奴隶也是商品 像男主这样的贵族不是一直在偷偷买吗 听到这男主刚想上前理论 却不料这是蓝毛反倒质问起 男主为什么要管他 他们之间的关系明明是陌生人才对 对此男主解释说 自从看到蓝毛第一眼起他就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眼神会如此空洞 在思考了很久后 他终于想到了答案 当时鉴定技能中显示的野心只有一 要知道野心是对未来的期望 这就说明蓝毛完全没想过自己的未来 可守护孩子的未来 原本应该是大人的责任才对 但蓝毛现在的人生却被奴隶商人主宰 根本决定不了自己以后想要成为什么人 所以这也就是男主要救下他的理由 听到这蓝毛也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 好像都只是在拼命地想办法活着 从来没有考虑过未来的人生 而现在终于有个人能理解他了 于是便感动地哭了起来 可奴隶商人并不想看两人的感情戏 直接就吹响口哨叫来了房间里的其他大手 见状蓝毛想让男主快逃 但有莉姿在这 即便是对方占人数优势也完全不怕 仅仅是几个照面 莉姿就已经解决了一大部分人 虽然最后剩下两个魔法师 但也根本不够看的 独立商人见莉姿竟如此厉害 也只能叫出自己最后的底盘 只见他朝楼上叫了一声 接着一个身形高大的男人便走了下来 他是前部兵队长 虽然看着很强 但男主用鉴定技能看了一眼 就发现这人不过是外强中干 各种数值远不及莉姿的一半 绝完所有人后 男主掏出一袋钱表示可以买下蓝毛 毕竟他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但奴隶伤人却有些不愿意 因为不久前已经有个贵族将蓝毛预定了下来 如果现在收了男主的钱 对方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见状莉姿走上前 收付钱是给你俩了 就算现在我们将蓝毛直接带走 你又有什么办法 所以最好就是把钱收下 然后告诉贵族有人出更高的价钱买下了蓝毛 这样面子里子都能保住 听到这奴隶伤人也知道自己遇上了硬查 只能无奈接受这个方案 在将蓝毛救下后 男主原本是想让他自己回去的 却不料这时蓝毛却停下说自己想去一个地方 很快几人来到城镇附近的山上 蓝毛说这是他的秘密基地 每当他觉得活着没有了意义的时候 都会来这里看看风景 然后就会忘掉在城镇所受到的一切苦难 原来在前世的时候 男主只要看到小孩的笑容 就会忘掉工作了一天的疲惫 他始终觉得这个笑容里面蕴含着希望 而这也正是他现在的目标 让所有小孩都能笑着拥抱属于自己的未来 毕竟只有小孩有了希望 大人才会受到鼓励 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对未来充满期望 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 想要挑战新事物 而这种活力能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当然这也是城市统治者的使命 听完男主远大的志向 蓝毛表示自己愿意成为家产 只不过他只要包吃包住就行 而工资则是拿来这边 给他之前照顾的那些孩子 对于这些简单的要求 男主自然是答应了下来 不过这时丽兹却拿出一个魔法道具 说要先测试下蓝毛到底有没有魔法的才能 接着丽兹在教了蓝毛最简单的魔法后 便让他尝试着释放 牛逼 这下可把男主给吓坏了 要知道这可是最简单的魔法 结果蓝毛却能释放出这种程度的威力 于是两人连忙将他带回了家 说什么都要给父亲掩饰一番 男还有个特殊的习惯 只要是和别人第一次见面 就会不由自主地使用鉴定技能 因为他可以看出对方的能力值 这天他突然发现猎人家最不起眼的孩子 竟有着高达109的才智 要知道这个数值即便放眼整个国家都是最高的 而男主就是凭着这个习惯 每次都能招揽到极具潜力的手下 其中的蓝毛经过三年的时间 不仅变大了很多 在战场上更是被当作大杀旗 关键时刻总能帮男主父亲扭转战局 而这段时间经过父亲的努力 男主还多了一个弟弟和妹妹 他用鉴定技能看了一下 两人都有着还不错的能力值 以后肯定能成为家里的中流砥柱 也就是这时丽兹找了过来 说他发现了新的人才 最近有个猎人家族搬到了附近 他们家的两个兄弟 不仅体格强壮 打猎更是一把好手 所以想带着男主过去 看看两人有没有值得招揽的潜力 而蓝毛在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也表示要一起 但这就导致行程变慢了很多 毕竟长大后的蓝毛真的很重 他们三个人坐一匹马根本就走不快 却不料这是前面的草丛一阵响动 紧接着一只野猪就从里面跑不出来 被后面跟着的箭矢射中当场死亡 过了没多久又走出来两个人 他们看到男主等人在不远处 于是连忙跑过来询问有没有受伤 并道歉说他们不知道这附近还有人 对此男主没有说话 只是用鉴定技能看了一下 发现两人正是他要找的猎人家两兄弟 而且都有着还不错的潜力 在交流了一番后 男主便来到猎人家做客 并向两兄弟的父亲表示 想要他们来自己家里当士兵 却不料猎人一听顿时就高兴坏了 因为他两个孩子的梦想 一直都是想要作为士兵功成名就 所以对于男主的邀请 他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同时猎人看男主年纪轻轻 举止言行却这么可靠 便开始夸奖起来 表示不像自己的小儿子罗塞尔 明明和男主差不多的年纪 却笨得不行 听到这男主也没料到猎人家还有一个孩子 于是便问他在哪里 但也就是这时蓝毛刚好发现 罗塞尔正悄悄地出来拿东西吃 这时男主习惯性地用鉴定技能扫了一眼 结果发现罗塞尔的才智竟高达109 他胆肯定 这个数值绝对是整个国家最高的 更何况罗塞尔现在才5岁 所有的能力值都很低 如果日后加以培养 一定能成为优秀的家臣 想到这男主连忙向猎人父亲表示 希望罗塞尔也能成为他的家臣 人见罗塞尔拒绝了男主 于是连忙解释说他既胆小又受罗 自从两年前他妈妈过世后 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 根本就上不了战场 去了肯定会给男主添麻烦的 但男主却表示罗塞尔并不需要去战斗 而是利用才智成为军师 所以他还想再进去劝劝 来到房间 罗塞尔正在看书 可他一看到男主顿时就害怕得不行 见状男主连忙道歉并转移注意力 问他很喜欢看书吗 罗塞尔回答说是很喜欢 不过他只有这一本书 是以前妈妈念给他听留下来的 虽然他什么都做不好 但在看书时却能忘掉所有讨厌的事 男主见状便走上前诱惑说 有空可以来自己家的图书馆看书 可罗塞尔却很警惕 表示男主肯定是用送书当诱饵 然后让他无法拒绝成为家臣这个请求 很快三人一起来到了男主家 两个哥哥先是跟着蓝毛去参观军营 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当士兵 而罗塞尔则是来到图书馆看书 粒子留下陪他顺便当老师 接着男主便回到自己房间学习 却不料在看书时睡了过去 直到傍晚才醒过来 于是便连忙来到图书馆看罗塞尔还在不在 不过还好罗塞尔由于看了太多书 累到睡着了没有离开 粒子告诉男主 说罗塞尔很聪明 不懂得字只要一教他就能记住 甚至还能联想了解更多意义 听到这男主用技能看了一下 发现罗塞尔的材质静上涨了不少 而这只不过是学习了几个小时的效果 这时两个哥哥找了过来 准备带罗塞尔回家 但在看到他看书累到睡着的模样后 也忍不住感叹道 明明都不认识字 却还看得这么津津有味 于是罗塞尔醒来过后 男主便问他是在哪里学会识字的 对此他回答说 是回想小时候听妈妈念书的场景 然后将当时听到的和书上做对照 这样就能看懂文字了 但哥哥却表示很震惊 因为那时候罗塞尔才三岁 应该是不计时的年纪才对 可罗塞尔却表示还不止这些 他几乎记得出生后的所有事 一旁的男主见状实在是忍不住了 这种人才他必须收入麾下 于是晚上三兄弟回去后 男主便和粒子两人商量起对策来 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罗塞尔太不自信了 所以他们准备让猎人家的人知道 罗塞尔可以用射箭以外的方式狩猎 或许这样他就能找回自信 第二天男主找到三兄弟 告诉了他们可以用陷阱狩猎 但两个哥哥却认为不太行 感觉这样还是不如射箭来的款 可这也是唯一能让罗塞尔狩猎的方法 所以两人还是支持他去试试 过了没多久 一个大型陷阱出现在了森林中 接着兄弟三人找来了父亲 让他往里面看看 表示这些野猪都是靠罗塞尔的陷阱抓的 这时罗塞尔也上前解释 说他一直都在想 如果哪天哥哥们都成为了士兵 到时候爸爸就得独自受炼 于是他就查阅大量书籍制作了这个陷阱 因为野猪撞击黄色东西的习惯 所以他就制作了一个黄色的单向阀门 野猪只要撞进去后就出不来了 而这样一来 任何人都能轻松地狩猎野猪 当然为了可持续发展 他还找了小猪和母野猪讨厌的香草 这样就可以防止他们跑进陷阱 不过即便是跑了进去 里面也有较小的洞口让小猪逃跑 虽然野猪的繁殖能力很强 可如果他们一直抓小猪的话 就容易造成绝种 这也正是他思考了很久与自然共存的问题 在听完小儿子的解释后 猎人已经被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但他却还是让三个儿子都一起跟男主走 对于这个结果罗塞尔很是不理解 他没想到父亲竟会叫自己离开家 所以罗塞尔以为是父亲讨厌他 于是便准备直接跟着男主回去 可男主却不同意 表示让他今天先回家 猎人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晚上的时候 罗塞尔一个人在房间里自责 觉得肯定是因为他的出生导致母亲死亡 所以父亲才会这么讨厌他 却不料也就是这事 他突然听到两个哥哥正在上房顶 原来父亲也在上面 而他们两人正是来道别的 在喝了一杯酒后 哥哥问猎人为什么要用那种态度对待罗塞尔 对此他回答说自己应该被怨恨 他作为父亲是不合格的 连儿子的潜力都发现不了 甚至还一直只看到儿子做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他希望罗塞尔接下来 能一直怨恨自己 能在发挥长处的地方度过人生 毕竟猎人也知道 罗塞尔性格很温柔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他肯定会一直担心自己的 可他却殊不知 这些话都被楼下没睡着的罗塞尔听了句 第二天 男主来接两个哥哥回去当士兵 但这时罗塞尔去跑了出来 表示自己也要一起 这倒是让男主有些意想不到 不过在临走前 罗塞尔还是对父亲说出了心里话 他表示自己会努力在男主家中 学习各种知识 然后帮上这个村子的忙 最后他功成名就是 希望能回到这里跟父亲一起生 文言父亲当场泪流满面 他会一直等待罗塞尔对来 男孩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那未曾谋面的未婚妻 今天突然找回来 一开始的目的竟是想要退婚 只因他家是附近最弱小的领地 可未婚妻殊不知 男主拥有一副 能够看穿别人属性值的眼睛 所以在第一次见面时 他便知道未婚妻的野心值高达80 政治属性更是有着惊人的一百 而这两个搭配 让男主不得不怀疑 未婚妻突然找上门来 是不是想要霸占他们家的领地 毕竟在不久前 他们州的总督刚刚去世 于是他的两个儿子 为了争夺继承权 开始不断发起战争 男主的父亲也参与其中 但长时间的征战 也让父亲落下病根 只能在家休养 原本男主想要接替父亲的位置 继续出征 可父亲却不肯答应 因为这几天 男主的未婚妻要过来找他 然而男主一听顿时就懵了 他记得自己好像也没有未婚妻啊 很快未婚妻找了过来 这让男主有点紧张 毕竟他前世每天都在打游戏 根本没交过女朋友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和女生相处 不过还好这个未婚妻十分健谈 一见面就主动自我介绍说 他叫丽西亚 而也就是这下把男主给拟住 虽然他知道丽西亚的野心值 和政治属性非常高 但这完全不影响他觉得对方可爱 接着男主邀请丽西亚进屋 却不料才不到两分半 对方就展示了一波高情伤 经过这件事 男主觉得自己越来越看不透丽西亚 如果不是他有鉴定技能 肯定会对丽西亚一见钟情的 毕竟谁会不喜欢一个可爱又乖巧的女孩呢 吃饭时 丽西亚说刚才路过镇上 觉得非常漂亮想要去看看 其实不是丽西亚有控制天气的能力 只是他刚才在路上时 通过观察云的动向 知道了这只不过是一场阵影 所以才会提出想要出去的请求 而此时正在门口偷看两人的蓝毛和罗塞尔 见到这一幕也都觉得这个女人很危险 很快男主带着丽西亚来到镇上 居民们一看到男主便亲切地打招呼问他身边的人是谁 对此男主也没有隐瞒 大方地表示这就是自己的未婚妻 这可把两个大娘给高兴坏了 连忙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其他人庆祝一下 接着男主带着丽西亚继续闲逛 却不料这事不远处起了冲突 原因是一个老板定的明明是阴之魔力石 可供应伤给的却是阴之魔力石 由于两人之前只是口头协议 所以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见状男主也明白 自己作为领主继承人 应该想办法平息这个场面才是 要是做不到的话 肯定会被丽西亚给嘲笑的 不过也就是这事 蓝毛从后面找了过来 好家伙 原本还对丽西亚有敌意的蓝毛 这下直接就被迷住了 在奉承了蓝毛一番后 丽西亚告诉男主他有解决纠纷的办法 但前提是男主必须答应他一个请求 说完还不等男主回答 他便走上前进行调解 丽西亚说因之魔力时 他可以出更高的价格收购 因为这种旷市他们领地十分稀缺 但同时言之魔力时又非常丰富 所以可以低价出售给老板 这样一来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男主没想到丽西亚会将功劳让给自己 这也让他不得不感叹 对方的政治手腕实在是高明 接着再回去的路上 丽西亚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就是要男主回答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这下可把男主搞懵了 他不知道丽西亚问这个问题是出于什么目的 但他知道就凭自己那点智商 肯定骗不过丽西亚的聪明才智 所以便决定豁出去了 听到这个回答丽西亚没有太多情绪波动 只说自己知道了 会拿来做参考的 可男主没想到 这天晚上他正准备上床睡觉 却不料一打开被子 发现丽西亚竟躲在里面 他是偷偷跑过来的 因为白天知道了男主的理想性 所以现在想好好聊聊 接着丽西亚问男主对自己有什么看法 其实他拥有只要看别人表情 就算对方想要隐藏 也能知道对方情绪的能力 而今天刚过来的时候 他发现男主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怀疑 虽然开始他觉得可能是因为第一次见面 所以也就没觉得奇怪 并且他有自信只要聊几分钟 男主就会对他放下戒备心 但他没想到的是 男主对他的怀疑不减反增 甚至在最后还说想听他的真心话 于是丽西亚就想知道 男主到底怀疑他哪一点 听到对方说出了真心话 男主也不打算再隐藏 于是就说他其实也有能看穿 别人各种属性的能力 而正是发现丽西亚 有着极高的政治才能和野心 这才会怀疑他的所有行动是不是别有目的 说到这丽西亚也终于明白 男主为什么之前一直对他抱有怀疑 不过他的野心和男主想的不一样 听完丽西亚说的男主觉得确实很有道理 毕竟作为领主的女儿活下去的最好办法 就是找个拥有雄厚力量的男人家 不过男主也感到很奇怪 因为他家的领地十分弱小 如果丽西亚嫁过来 肯定是不能满足他野心的 这时丽西亚也看出了男主的疑惑 便解释说他过来如果发现男主只是个不起眼的人 他肯定会立马解除婚约 但经过今天的相处后 毕西亚已经想好了要和男主结婚 他相信领地在男主这种人的治理下 肯定会越来越繁荣的 说完丽西亚便表示自己要回房间了 只留男主一人在床上害羞 第二天丽西亚坐上了回家的马车 路上他想起自己身处的环境 觉得贵族是那么的肮脏 每个人都满口谎言 为了得到地位和特权 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他人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身边的人嫁给了权贵 才发现原来当贵族也不用那么肮脏 于是从此丽西亚便按下决定 以后一定要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原本他对和男主的婚约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但为了更好的发展 还是决定过来留个印象 方便以后建立良好的关系 可丽西亚没想到经历过一件小事后 他的想法就被彻底改变了 之后男主和丽西亚一直通过书信引起 并且战争也正在逐渐减少 因此男主父亲的病情也好了很多 如果有机会的话 男主还想让丽西亚和父亲见个面 男孩年仅11岁 就被父亲要求观看砍头的过程 只因不久前他们的周总督被刺杀 总督的两个儿子为争夺继承权发起战争 而男主的父亲又重病在身 所以男主必须率领军队保卫领地 但就在这时父亲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男主的眼神过于温柔了 如果他上了战场 肯定会被那种场景给吓到无法冷静思考 于是父亲没办法 只能拖着重病的身体继续统帅军队 原本男主是想阻止的 可直到父亲给他看了砍头的场景 他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还没有具备在战场统帅的能力 不久前 重病的父亲在收到总督被刺杀的消息后 便叫男主和他招揽的手下来到床边 说由于总督的去世 继承人之战马上就会开始 接下来他们州的各个郡主 应该都会选一个继承人追随 而他们领地的郡主选择的大概率会是总督的大儿子 所以他也准备遵从郡主的意思 接着父亲嘱咐丽兹去准备一下 近期郡主应该会召集大家过去开会 说完父亲也想去准备行李 却不料才刚起身就病情加重倒在了床上 于是在收到郡主的信件这天 男主决定带着丽兹和蓝毛替父亲前去 很快众人来到地方 在门口男主拿出信件交给守卫 但对方看了后却怀疑男主的身份 毕竟没有领地会派一个小孩来 而也就是这时 守卫才注意到男主身后的蓝毛和丽兹 是最近在战场上声名大噪的火焰公主和死神 于是这才将男主给带了进去 来到大厅 男主遇到了郡主家的管家 他习惯性地用鉴定技能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管家虽然各项属性都不高 但却很平均 是那种什么事都能做的人 然而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对方这时突然开始挖起墙角来 说可以给蓝毛和丽兹更好的待遇 让他们加入自己这边的阵营中 不过还好 男主是在蓝毛和丽兹最落魄的时候招揽了他们 所以即便是面对更好待遇的诱惑 他们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接着男主来到会议室 进门后他看见里面有人就打了个招呼 结果却并没有得到回应 这让男主感到有些紧张 他不知道气氛为什么会这么严肃 不过还好才当坐下 一旁的老头就主动跟他搭话 这时男主也才认出来 老头是自己家旁边领地的领主 小时候他们还经常一起玩 这下男主终于没有这么紧张了 同时他也很奇怪 为什么会议室的另一个人好像对他敌意很大 就在男主准备问清楚原因的时候 郡主推开门走了进来 男主再次习惯性地用鉴定技能看了对方一眼 结果发现郡主的无勇数值非常高 至于其他的才能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 各项能力值都很平均 并且男主还发现 郡主比较差的部分刚好和管家形成了互部 只要这两人在一起 基本上不会做出什么错误的决定 接着郡主解释了自己召集众人过来的原因 就是在接下来的继承权争夺战中 他们要支持总督的大儿子 除此之外 隔壁州还有可能会趁机攻打他们 所以大家回去之后要筹备好战力 加强士兵的训练 会议结束后 刚才对男主敌意很大的领主找了过来 原来他是男主女朋友的父亲 也就是男主未来的老丈人 他说自己的女儿最近很不高兴 好像是对男主的书信来往有所不满 听到这男主也才想起来 最近因为父亲生病加上总督被暗杀 所以他一直没时间给丽西亚回信 于是男主连忙向老丈人保证 回去后第一时间就回信给丽西亚 然而老丈人听了这些话没有怪对男主 反倒是开始自责起来 他觉得明明是自己忙于工作忽视了女儿 才没能让女儿过得幸福 结果在知道男主让女儿不高兴后 还是会不自觉变得心胸狭隘 一直怒瞪着男主 结束后 男主将开会的内容告诉了父亲 并找时间回了丽西亚的书信 接着就开始备战训练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即便男主每天付出再多的努力 他也感觉不到自己的实力有任何提升 之前男主尝试过一次率领士兵进行模拟战 结果却完全不行 毕竟不管他看了多少书 实战经验依旧是完全没有 而且男主还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士兵朝他发起攻击时 他会不自觉地感到害怕 这个一个领袖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在战场上他不能自信地抬起头 是会严重影响几方士气的 正在男主思考的时候 罗塞尔拿着一封信跑过来说 郡主要他们马上出兵 因为附近老头的领地正在被隔壁周进攻 而他们作为距离最近的领地 自然无法坐视不管 于是男主很快便召集士兵 准备出发帮助老头营敌 却不料也就是这事 重病在身的男主父亲穿好衣服找过来 男主见状走上前表示自己确实很弱 但有力资和蓝毛的保护 肯定能打上仗的 但父亲却说问题并不在这 而是男主没有战事该有的表情 男主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父亲便让手下将地牢的死刑犯拉出来 当众斩首给男主看 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告诉男主战场上会不断地出现死亡 如果一个领袖连这都不能接受的话 到时候又怎么冷静地率领士兵做出正确的选择 说完父亲便带着士兵们离开了